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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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Keith How are you doing? Yeah, I'm in Geneva When can I try your sexy girlfriend? Today? Okay, great. Hey, wait! I'm in a meeting now Forget about it. I'm on my way See you in one hour. Ciao Chessy Hi Mohor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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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hi. Hi. I want to take up some time to prepare us for our表展. Hey. Can you share a lot of plans? I should have been working on this. Hi. Um, let me... I should have done this too. 我这个有件事给了断一下 你看这天气也不错 你要不然自己先做个有氧 那还让我自己拍一下表演计划吧 这刘老师干嘛去呀这是要 再追上去看看去 Hey Henry How are you doing? Good to see you Yeah 停,停,停,停 太麻来了,刘老师 Hey Henry,有麻烦啊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去,好不好 真的啊? 对 Henry You made it OK All right, let's go in 我们进去吧 I have done enough to ruin and play it I have done enough to ruin and play it 哎呀,真不容易啊 哎呀,真不容易啊 这个大师教我把所有的技巧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现在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又要注意手法 又要注意力度 又要注意角度 真难啊 这个非常震撼 乍一看是一个镂空吧 仔细看也是一个镂空 他有一个复杂功能 就是托菲伦 先说他的镂空啊 他的镂空呢 在预制的骨架基础上 进行手工镂空 这个手工镂空的大师 就是我身旁的这位美女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机芯它的结构呢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郭威的这个创始人 Raffi先生啊 他有意的设计了这个结构以后啊 在这个机芯加板的两侧都做镂空 也就是不论从哪个方向看 都能看到它的精美的镂空 我觉得有件事 在任何玩家了断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波威又好几年没来了 他出了很多新表 比如说这款 这就叫1930啊 1930系列 这表呢 今天的颜色呢 是这种很可爱的蓝色 表盘上呢 这些花纹呢 是Gioshe花纹 上面是大漆的 这边是动力显示 是开窗的啊 1930是还有款全泰款 看起来起毛不扬吧 但是它的表盘是陨石的 陨石有多长的寿命 大家想一想啊 机芯 是同样的1930机芯 钛呢 是5G钛 我问他们老板啊 我说你这个钛 用几级钛 他说5G钛 我说5G钛可以抛光耶 他说的 嗯 我们有用钛抛光的 但是这款就选择的是喷砂 这个我觉得是波威里 最有标志性的一款表 因为什么呢 这款表它实际上可以实现一表四代 先说这功能啊 这功能就是一个张平安尔 或者跳十功能 表盘呢也是Glow 这个跳十呢 就是分钟指针跳到60的时候 走到60的时候呢 指针会逆跳为0 小时数字会跳到下一个数字 这个一表四代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它这个作为万表的话 它可以两面带 这是一面 这也是一面 这种转换呢 这种转换呢 就通过这个链带的快速参线来实现啊 第三种功能就是当台式中 就是台表啊 放在这 第四种就是怀表 所以这你看一表四代 刚才我们说这个陨石盘那个表是五级钛需要抛光的 现在这款表呢 这个部分就是五级钛抛光的 它完美的跟这个蓝宝石这个前后盖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表是博威跟AutomobiliPilifalina联合设计的 这款表的设计呢 据说是受到了AutomobiliPilifalina的车的这个影响 这车号称是世界上加速最快的车 能达到2000马力 比这个布加迪还强一倍啊 Automobili汽车的设计呢 它确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整个感觉机芯加版布局很酷 做工处理的话 也是很有科技感 很有性能感 哎 憋了三年了 好不容易来一次日内瓦 大家的时间都一样 怎么才能拍出家片呢 只能动用车友的资源了 宝格丽啊 这个过去我们介绍过它的Pilissimo 不管是高复杂还是超薄都做到极致了 但是如果想搞一款日常佩戴的宝格丽 可以考虑一下宝格丽的Octo Roma 这个也是这个圆中有方 方中有圆这么一个造型 这个也是尊达的手笔 外观上的话呢更亲密一些 厚度呢宽容性比较好 这样可以融入更多的复杂功能更随意一些啊 外观设计还是很有尊达味 一些小立面啊 非常的细致 护肩这部分呢也是复合打磨 朝前这片是抛光的 侧面呢是拉丝的 这个操作按钮呢 这两个即时按钮的操作按钮呢 也是复合打磨的 所以很耐看 戴在手腕上动起来以后呢 不断发出光芒 还是很好看的 很扬眼的 机芯是他们宝格丽自产的399机芯 但是目测应该是自主机芯加模组的 要造型有造型 要复杂功能有复杂功能啊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厚重的话 给你看一轻便的 宝格丽的Octo Roma系列啊 但是大三针 尺寸呢就更秀气一些了 而且呢你看这厚度啊也比较薄了 机芯还是品牌自产的191机芯啊 尊达设计的那些风格全都保留下来了 同样呢表冠护肩也保留下来了 刚才我们说过表冠护肩这里呢 也是复合打磨的 也同样是快拆表袋 可以说呀 Octo Roma系列 它的快拆表袋里是我经手过的 拆卸最方便的表袋之一啊 这个表袋颜色有很多啊 你们可以到店里去查一下 钟表与其一之前我忙里偷闲了断了一些事儿 后面还有同样精彩的内容等着我们 所以关注一下呗 完了 完了 那我可以喝点酒了吗 那不先拍你喝好